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110年度花莲太平洋杯全国运动舞蹈锦标赛 继中华五种选拔积分赛 23号是在东华大学美伦校区的体育馆盛大的展开 县长徐真伟热情邀约 来自各县市的好手能够尝到花莲享受好山好水之外 也期免大家都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而这场赛事也吸引了国内外的近300位的舞者参加 现场舞者们曼妙的舞姿演出 也让与会的来宾感受到国标舞蹈丰沛的生命力 为了推动运动观光城市 由花莲县体育会及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总会主办的110年 花莲太平洋杯全国运动舞蹈锦标赛 及中华五种国手选手积分赛活动 已是到花莲县美伦校区体育馆盛大办理 现在徐真伟也前往现场主持开幕典礼 并表示非常感谢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总会会长刘美丽 创会会长叶荣豫等人 把全国的运动舞蹈已是到花莲举行 也希望就有活动的办理 让花莲运动能够蓬勃发展 乡亲国人能够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在去年花莲成半的成果 在整个二十八项赛事当中 我们跟运动舞蹈总会 还有非常多的组织代价和协会 结下了美好的友谊 而今年也有相当多的全国的北赛来到花莲 比方说今天同时就有三个全国心指标的在花莲 一个是全国的曼尼在花莲比赛 另外还有三四三年从来运动来到花莲来比赛的 HP6以及JHP6的这个假执业赛在花莲 而在今天最美丽 堪称是最美丽 最有活力 而且最世界指标的 我们的运动舞蹈也在花莲 好 好 这是一个生活学生化 地区生活化 更棒的精神神智的出现 所以再次谢谢我们充分了 能够运程练势 而且能够邀请全国来自这个县市的活手 来到花莲 认识花莲 体验花莲美好 现在学生表示花莲政府去年度109年举办全民运动会 其中一项赛事就是运动舞蹈 会场上参赛的选手们不凡老少 有男有女 凭借着平日的练习在舞台上搭档展现最精湛的舞技 上发出热情的气息 而运动养成并非一朝一夕 希望相信以及全国语友人能够培养出良好的运动习惯 让身体更健壮 圆环老化 身心灵都能够健康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